在2018广州车展上,关制汽车发布了两款新品 关制三轿车EV500和关制5SUV智云互联版 关制三轿车EV500是一款超续航纯电宽体轿车 在设计上,与现款关制三燃油板造型基本保持一致 但将前中网更换为全封闭样式 会根据配置不同提供三种样式的选装轮圈 以及侧方和后方包围 动力方面,新车搭载的电动机峰值输出功率为217马力 最高车速为160公里每小时 并搭载一套三元锂电池 综合续航里程可达450公里 60公里每小时等速续航最高可达600公里 与此同时,首款搭载班马系统的关制5SUV智云互联版也正式发布 新款车型的外观和内饰设计没有太大的变化 重点升级在于搭载了班马智能互联系统 在乘坐舒适性、科技配置等方面有所升级 将为修备者提供更智能的互联出行方案 动力方面,新款关制5SUV将继续搭载1.6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50马力,峰值扭矩230牛米 并提供6速手动